2023胜头还没有开张的达比修 在主场面对酿酒人挂帅先发 第一局面对在WBC没有机会交手的墨西哥主炮 Rondy Tellez先用三阵来大声招呼 达比修在二局上遭到一点小小的乱流 Gary Mitchell偷点上垒之后 靠着维利和盗垒攻占上三垒得分大门口 Brian Anderson的高飞牺牲打抢下第一分 不过随后达尔也很快稳住正脚 没有让伤害扩大 今天亮九人的先发 Wade Miley状况同样是好得不得了 主头七局送出843阵 没有失分 教室达线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而达比修今天则是主头七局 狂标12K 仅仅失掉二局上半那一分 但那却也成为最要命的一分 两边的打线今天都遭到投手群的封锁 1米0的比分将持到了最后 另一名亚洲选手金合成则是四打输 梁安达 首辈还在八局上半有一次美季演出 精彩的华森接球 没收了Krishan Yelich 可能形成安达的强劲滚地球 第二支安达则是出现在九局下半 将追平分送上得点圈 自己也代表超线分站上了一垒 让球队燃起了一线生机 只可惜最后Christian在满类时 还是遭到Devon Williams的三阵 教室的反击功亏一篑 中场就以0比1败下阵来 达米修七局的好投却承担一场悲情败 本季的渗透到目前为止还遥遥无期啊